开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玉里正一位64岁陈姓驾驶 开车载着69岁的潘姓友人 在搬往的时候 经过花193县春日路段 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治状路数了 潘姓友人受困车内动弹不得 货报赶底现场的喜交人员 合力把驾驶和受困者给出送医 索性没有大碍 这个开车 你开的治状啊 车祸事故地点在花193县春日路段 零人带车冲撞路数的64岁 陈姓驾驶自行脱困对外求救 由于撞击力道强大 使得副驾驶座上69岁的潘姓友人 受困车内动弹不得 货报赶底现场的警消人员 健壮即可救援 救援过程中受困的潘姓友人 痛的是娃娃大叫 不过经过警消人员 合力救出送医救治后 索性并没有生命危险 可说是复兴中的大幸 傍晚6点 在花193县道95.2公里处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部自小客车 不慎使出路外 撞击入宿 造成驾驶及乘客两人受伤 索性均无大碍 而今了解驾驶有驾照 并且没有酒精反应 乘性驾驶 经警方事与酒册 酒册值为零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也正深入调查 厘清的同时 玉立警分局也在一次呼吁驾驶人 驾驶车辆时 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分心 以及疲劳驾驶 以保障自身 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